接下來我們來看第四節黑體輻射 能量不連續性 這就是我上次跟大家講的 19世紀末不是有兩朵烏雲嗎 這就是其中的一朵烏雲 其中一朵烏雲 那另外一朵烏雲是什麼 另外一朵烏雲我跟大家 這朵烏雲就導致量子力學的產生 那另外一朵烏雲呢 就是導致相對論的產生 那其實就是那個 我們之前跟大家講的 那個麥克森去量光素的時候 他後來發現他那跟以太的想法 這是矛盾的 那那是另外一朵大烏雲 可是我們現在就不去提他了 好 那我們要講黑體輻射之前 先幫大家複習熱輻射 來熱輻射應該沒問題 物體只要受熱 就會產生電磁鍋 然後他把能量傳播出去 來這個就叫做熱輻射 好 那請問一下物體會發射熱輻射 來會不會吸收熱輻射 應該會嘛是不是 好而且你們都有學過 來熱平衡的時候就是怎樣 哈囉來 其他一個東西如果達到熱平衡來 譬如說 你們要在這間教室裡面來達到熱平衡 代表怎樣 吸收跟發射怎樣 一樣 所以來下面第四行第五行 輻射能量跟吸收能量相等時 則物體的溫度就會保持不變 來這我們叫做熱平衡狀態 好這個東西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概念或者想法 國中是不是有考過那種題目 一個杯子用黑紙包跟白紙包 對不對 然後在太陽照射之下來 哪一個溫度深的高 黑紙嘛 啊我們就說黑色的 來他吸收的怎樣 是不是吸收能力比較強 好來他吸收的這個 他比較容易吸收 好請問一下 容易吸收的 容易輻射還是不容易輻射 容易還是不容易 所以容易吸收也容易輻射是不是 不容易吸收也不容易輻射 他都是不是確定一下 來為什麼 所以黑色的容易吸收也容易輻射 所以來請問一下 如果有兩個杯子 裝100度C的水 一個用黑的包 一個用白的包 來拿個溫度降得快 那黑的降得快還是白的非常快 是不是應該是黑的 剛不是講嗎 容易吸收是不是也容易輻射 好來為什麼容易吸收也容易輻射 如果有人要問你來 為什麼容易吸收就容易輻射 老師這麼教我就這麼學 哈囉 答案就在這邊啊 我為什麼在這邊講 我們現在一個東西已經達到平衡了 剛剛講來他輻射的速率 跟他吸收速率應該要怎樣 一樣 所以他如果容易吸收的很多 的話 因為一個東西移動會達到熱平衡啊 所以來 這邊如果他吸收的多 代表他輻射的也怎樣 是不是也多 所以注意一下 來這個 這一句話其實暗示 良好的吸收體 良好的吸收體 也是良好的 發射體 我們今天這些開始講的大部分就是 大家比較陌生的一些概念 所以請同學稍微注意一下 好 第二個 是這些熱輻射很顯然跟溫度有關 很顯然跟溫度有關 好 所以第二個我們來看 受熱物體在不同溫度 它會產生不同強度的能量 還有跟波長的這個分布 好 大家應該夠熟悉的 上次也已經給大家看過了 先寫 來 第一個 向室溫 請問室溫發出來熱輻射是什麼範圍 從外洩 好 米 再來 你們有烤肉過嗎 一定有啊 是不是 我剛剛在書班問說用什麼烤 你們用什麼烤 有人跟我說用架子烤 對 一定要有架子 問題是架子下面要用什麼來烤 來 你們是不是會用木炭 還是什麼 木炭 一直到它最後燒起來 請問它溫度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來大家是不是記得有那種所謂的通紅 對不對 好 來那個通紅的時候大概已經來到1000K 2000K 1000K 2000K 這種就是木炭 來木炭 木炭的溫度大概已經是紅色 紅光 好 那溫度越來越高就從紅色開始 紅外紅色然後再來橙色黃色這樣 所以來下面這邊第三個 課本 課本有寫 還可以看到爐火爐火顏色 你們有去過金門嗎 哈囉 有人去過金門嗎 有 去金門有沒有去參觀那個菜刀工廠 沒有 去金門幾乎都會去參觀菜刀工廠 為什麼去金門一定會有菜刀工廠 對就是炮彈 就是炮彈 好 我那時候去的時候也有拍 然後在這邊 大家可以看到那個爐子還有這個 來有沒有看到這個菜刀 有沒有 他這個已經不是紅色了 這個代表是溫度很高 這個已經是 已經呈黃色 來這個黃黃這個已經很亮很亮的顏色 好 所以再來 這邊就爐火顏色就可以判斷這個溫度 再來燈斯也是這樣溫度如果越來越高 甚至可能來到藍光紫光這樣 那我們可以 剛剛你應該有看到這邊有一個模擬 這也是那個PHET的模擬 來這邊 好我這邊應該要顯現的 因為他這邊可以 好來 好這個300K你幾乎看不太到 因為他幾乎都在紅外線 好我把溫度稍微高一點 來到火爐的溫度 這這只是到那個刻度值 來大家可以看到來請問一下 來這就是火爐的溫度 800多的時候 在這邊是這樣 來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是可見光 這邊是紅外 這邊是不是紙外對不對 所以來除了來到這800多 來 請問幾乎能量都是撒一種什麼範圍的 紅外 紅外 好然後之後再慢慢的增加到 來燈泡 來來燈泡 這個因為已經太大 所以老師把這個刻度縮小 好大家可以看到 來燈泡的時候 來 這個已經有可見光了 可是大部分它是什麼 紅外 這就是我們跟你講的 其實以前用燈泡 我們的那個照明用燈泡 是很浪費的 你可以看到這個圖就知道了 它大部分能量都變成什麼樣 紅外線是不是又熱呢 對 所以 除非你希望它又是照亮 又同時 那個給你一些熱 否則的話 這條邊其實大部分能量是消是不見 知道嗎 所以你如果是在 夏天然後又開冷氣又開燈泡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浪費能量 不過你們也應該知道吧 是不是那個什麼 照顧小雞還是雞的 這個 是不是又用燈泡 因為它就是同時要照 我們也同時給它溫度 好 然後大家再來看看一下 如果來到太陽的溫度 來來到太陽的溫度 這邊再把它縮小放 刻字 來看 好來 太陽的溫度的時候 來這時候就 欸 是不是這邊也是可見光為主了 好 但同外線也有 來 是不是有產生很多紫外線 所以 這邊就是一個很簡單的示意圖 給大家看 好 那 呃 我還要再問大家一個問題 把他抄在上面好了 你抄在上面空白的地方好了 還是下面空白的地方看你怎麼寫都可以 把這擦掉 好 第三個 就是有關熱輻射的特性 要抄要快一點了 來 如果我今天要找不同種類的物體 來 這可能是一個多選題的選項 好 把它放在 同一個 高溫 的火爐中 好 譬如說 我把鐵 把銅 把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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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類的 不同種類物體都放在同一個高溫的火爐中 請問 他們發出來了這些物體來這些金屬 鐵 銅 鯉 發出來的光輝的顏色一樣還是不一樣 哈囉 來不同種類的物體放在同一個高溫的火爐中 來回答一下吧 你們覺得來他們發出來的光輝顏色會一樣還是不一樣 鐵 哈囉 一不一樣 好 這個就是你這邊要弄清楚的 像老師剛剛給你看這些這些東西 你看我們就只有 你現在仔細看 剛剛這個 你看這邊 他有沒有告訴你來 現在這是誰 哪一個物體產生的 是不是跟溫度有關 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現在在這個爐火的溫度是多少時候 來裡面即使是鐵 來鐵跟銅來發出來的一樣不一樣 其實都一樣 放在同一個火爐 那個 剛剛有隔壁辦問我說 老師不是有所謂的驗色嗎 對於那驗色是已經把那個東西燒起來 我們這不是在燒東西 知道嗎 來我們是講的是說這個火爐 然後把這個放進去的時候 好 實際上 來對不起喔 來他們產生的顏色通通都一樣 來產生的都一樣 來這告訴我們什麼呢 好來告訴我們熱輻射的分布 是由溫度 決定 好但是 但是如果我們要研究熱輻射會遇到一些有點小麻煩的地方 好了嗎 我這樣講好了 來你看這個東西 他產生 我們現在想要討論他產生的熱輻射 可是會有什麼問題 第一個他所謂熱輻射的話 是希望從他自己這樣子發出去 對不對 可是你們應該知道 這個東西來他因為他 他的表面的分子原子上面震動會產生熱輻射 可是這個周遭空間是不是也會有很多的光跟電磁波 來那些電磁波照到他的上面 如果有的被他吸收變成他的能量那OK 但是有一些沒有被他吸收會變成什麼 反射 來注意 我在這邊如果有個接收器 我想要來量這個發射出來的能量 可是他有兩個來源 一個是他自己是發射出來的 一個是不是周遭的空間是不是電磁波反射的 球藥我收到的時候我知不知道哪一個是他發出來 跟他反射的 是不是不知道 哈囉是不是 好 所以這樣的話 我們如果想要研究 真正因為他自己的溫度 而產生熱輻射應該怎麼辦 這時候最好就是這些能量 一旦照到他之後全部被他什麼 吸收 會不會反射 不會 這時候如果不會反射 如果全部吸收是不是變成他能量了 那就變成他的 所以等一下他再產生的能量 就是完全是由他來產 那個 那個 就是他自己產生的 好 所以你們就知道 來如果有一個東西 如果能夠全部被吸收不反射 來請問一下這個東西就是什麼 就叫黑體 但是大部分的東西不會是黑體 那我們剛剛有講過 越容易吸收的來他也越容易什麼 反射 來 剛剛已經複習了一個黑的跟白的 來哪一個比較容易吸收 黑的 還有沒有學過 是不是粗糙跟光滑的 哪一個容易吸收 所以來如果希望越接近黑體的 應該要越怎樣 越黑越 粗糙 你有想到什麼東西會越黑越粗糙 粗糙 粗糙 還有沒有 哈囉 我有錄 就粗糙 還有沒有 反正大家還好 你們不會去想出來 那個 以前學姐想到說 老師頭髮 頭髮越黑還OK啦 粗糙的頭髮 越粗糙 大概很少啦 頭髮應該還不至於這樣子 好我們來看看下面這邊 所以 我們希望要研究真正是由他本身發出來的話 來 那就要製造所謂的黑體 來 那什麼是黑體呢 來在這邊寫一下 好來 什麼是黑體 來加油 如果可以將外界所有頻率的輻射 完全吸收 不反射 等一下不反射 那他會不會輻射 來 這黑體會不會輻射 當然會輻射 輻射跟反射一不一樣 哈囉 欸 輻射跟反射一不一樣 不一樣啦 反射是什麼 別人照到你是不是在反射 那我說輻射呢 是致極 因為他的熱震動是不是產生的 來那個原理 我們等一下還會再講 好 完全吸收不反射的就叫做黑體 就叫黑體 那課本寫的很奇怪 你看 他說完全吸收不反射的理想物體 稱之為黑體之輻射 是不對吧 我們這邊是不是已經是物體了 所以這物體叫做什麼 黑體 那黑體 發出來的輻射 我們就叫黑體輻射 來他發出來的輻射 只跟黑體氣壁的溫度有關 這等一下我們會講 來跟他的材料還有形狀等等都無關 來等等都無關 然後那因為他只跟溫度有關 那跟你是什麼 是什麼什麼材料這邊無關 所以基本上大家就會特別去研究他 但是問題來了 就是我剛問你的 你要怎麼製作黑體 拿瀝青嗎 還是拿又黑又粗糙的頭髮 你們大概 因為你們很少接觸煤炭 大家不會想到煤炭 煤炭 煤炭是不是也是又黑又粗糙 錄炭是不是也通通都是 但是這種所謂又黑又粗糙 在每個地方大家可能都定義是不是都不太一樣 那哪一個是完美的黑體是不是會有一些差 所以我跟你講我們真正在實驗室製造黑體不是這個 高一的時候老師有沒有跟你們講過怎麼製造黑體 空腔 有聽過嗎 來翻過來 所以我們接下來來怎麼樣製造黑體 來所以我們現在這邊 要製造黑體才能夠產生黑體輻射 所以我們現在研究的是黑體輻射 來第一個 我們看他是怎麼模擬 黑體 好他建議使用有小孔的受熱空腔來代表黑體 好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來如果說這是一個空腔 注意喔裡面是空的 好然後我現在假設我有一個電磁波進去 好注意來這電磁波進去 透過那個小孔一定要有個小孔 小孔進去之後來就在這邊 有的被吸收有的就反射 好然後通過到這邊又有的吸收反射來 每次碰到就會吸收反射 吸收反射吸收反射這樣子 好另外還也有一道這樣射進來 那一樣來就在這裡面不斷的吸收反射 吸收反射吸收反射 好再來可能也有另外一道 好另外一道假設從這邊進來 碰到這裡面就會被吸收反射 吸收反射吸收反射吸收反射 好 好這些從小孔射進來的輻射 請問一下大部分都在這裡面 是不是吸收反射 請問他們從小孔出來機會大不大 既然是小孔 那這邊這樣空間這樣跑來跑去 來是不是住就很少 來這樣子有沒有符合黑體的概念了 黑體就是什麼 我的能量進來有沒有再出去 所以他這樣就符合黑體的概念 這時候你是空間是什麼東西做的就無關 好重點來了 這個是黑體沒有錯 那請問黑體輻射是哪邊 是不是從這地方產生的輻射 都加黑體輻射 哈囉 從這些表面產生的都加黑體輻射 沒有錯吧 大家應該知道既然是空間是 還是有所謂的表面 哈囉 來從表面出來的是黑體輻射嗎 不是 我們剛剛講來這個黑體 哪邊是黑體 這個沒有這個裡面是 外面的話沒有這樣講 外面的話來注意根據 來如果光線射到外面 然後這台是可能會有反射 對不對 所以外面是不是黑體 不是 是空間是黑體 那請問一樣 這個東西只有一個小孔 來他會產生輻射嗎 那他沒有輻射 你怎麼研究黑體輻射 蛤 你怎麼研究 你看裡面的溫度 我這個已經很小的一個洞了 怎麼去量 而且我們不是要量溫度而已 我希望他產生了輻射 我剛剛問你 說他會不會產生輻射啊 你要研究是那個輻射的分部嘛 對不對 請問要到底產生輻射 我再講一次 來那個輻射 從這個表面出來的 比較黑體輻射對不對 要從哪邊出來才比較黑體 是不是從空腔這裡面出來的 好 那請問一下這個空腔 有沒有機會從這小孔進去 注意 當然有 因為我現在每一個地方 我剛剛跟你講 來 我是這樣子進去之後 不容易出來 但是我在每一個地方 來 我換個顏色 我們什麼別的顏色 好 我在每一個地方 其實這邊的話 通通都有可能有 有很多光線照到他 於是只要有一道光 剛好 小孔這樣出去 那有一道光剛好從小孔這樣出去 有一道光剛好從小孔出去 對不起 從小孔剛好射出來 來 這些就叫做什麼 從小孔出去的就叫做什麼 黑體輻射 知道嗎 所以必須要從小孔出去的 才是黑體輻射 好 所以這邊 他說光線進入小孔的空腔之後 來在裡面 來回反射 最後完全被吸收 不會反射 所以空腔進是黑體 這是先告訴你 來 空腔是黑體 好 第二個 來 空腔內所有的輻射 也都是來自受熱的空腔壁的熱輻射 這時候沒有外界的反射 不會有外界的反射干擾 所以這時候從這邊產生的熱輻射 就是我們所謂的黑體輻射 所以黑體輻射有的又叫空腔輻射 從小孔出來的 來那些輻射是來自空腔壁 空腔壁發出來熱輻射 因為他是四面八方 總有一個方向會朝著小孔出去 所以最後你從小孔這邊收到熱輻射 那就可以去研究 所以是這樣 來這邊就是從 這些空腔輻射就是從小孔發出來的光線 那我們要研究是什麼 來跟剛剛前面一樣 研究的是 他發出來的這些輻射的波長跟強度的關係 波長跟強度 那波長跟強度的關係是透過這樣 這個的話 這個是一個簡單的 不用特別講的 你看 有沒有從這個空腔出來的輻射 我們就讓他低過三零劑 但是你知道三零劑的話 如果你的波長不一樣是不是就會射散 好 射散 那這邊是一個熱輻射器 你就可以把不同波段的 他的強度把它量出來 把它量出來 好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來第三個 還是他的能量強度 對應波長的關係 強能量強度與 浪大來關係 好 來這個關係 好了嗎 我們剛剛其實已經給大家看了 就是這個模擬 好 但是我們希望同時 如果同時有很多的話 來課本這邊 來給了兩個 來大家看 然後課本只有講一個關係而已 我等一下要補充幾個關係 你就操作這些空白就夠了 來大家看一下 來 課本給的一個關係 就這個圖 這個圖裡面呢 這條是5000K的 這條是3000K的 然後你可以發現他分部圖 都是類似像這樣子 那這樣的話是怎樣 他每一個都有一個 那個Pick就有個尖峰 5000K也有個尖峰 3000K也有個尖峰 尖峰是什麼 尖峰就是說 他的強度最強 強度最強的地方 會有某一個波長 好 這邊也是這樣 小鼓掌會對一個波長 對不起喔 這裡波長的符號 他把他叫做 請問 是整個裡面波長最長的嗎 不是 的意思是什麼 是強度最強 不是波長最長 你可以發現來 溫度越高 會越怎樣 是不是越小 這很簡單喔 溫度越高 能量怎樣 越大 越大的話 波長就越什麼 是不是越短 越短 好 課本只有講這一個 所以來 這是第一個特性 來 第一個特性把它寫下來 來 溫度越高 一 溫度越高 最強部分的波長就越短 好 不只這樣 我們還要稍微補充一下 來 他們兩個 不是只有越高越短 來 他們還非常明確的 乘反比 這個不會特別考 但是我要讓你知道這個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他們兩個乘起來 是一個定值 是一個定值 這個叫做唯因 唯因當然是一個人 那我們有唯因嗎 唯因 那唯因知不知道接下來是什麼 位移定律 唯因位移定律 好 那至於他其他的特性的話 我們等一下再講 好吧 先休息一下 來 我們剛剛跟大家講 來 這個輻射分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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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能量強度最大的那個波長 剛好跟他的絕對溫度成反比 好 第二個是大家看一下 他其實在每一個溫度 他的分佈都是長成像這樣 他這樣子的話是幾乎 每一個波長都有對應的 都有對應的能量 只是溫度越高來對應的能量 當然會怎樣 是不是就越大 所以來 第二個特性 因為課本我覺得他這樣寫太少了 我們對這整個分佈 還是要有點概念 所以我們再超一下 來 第二個 溫度越高 來 溫度越高 每個波段 的強度 好 也越強 越大好 來 如果今天溫度越高 來 這個分佈 那每一個波段 他的強度都會越大 一起變大 好 再來 問一遍 好了嗎 請問這個分佈 是連續分佈 還是不連續分佈 哈囉 來 大家看這個圖 來告訴我 是連續還是不連續 連續 我要強調這件事情 因為有 大家都知道 黑體輻射 最後都是找到能量 是不是量子化 所以有人就以為說 是因為這個是量子化 不是 來 對不起 來 這個分佈圖 它實際上 它還是連續分佈 它還是連續分佈 好 再來是這個分佈 來 這個分佈關係 來 這個分佈關係 一與空腔 空腔就是黑體 的材料 還有形狀 三四好 這是 好 這個就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分佈 只跟溫度有關 所以 來 它整個的分佈 只跟溫度有關 跟它是什麼是產生的 是 哪一個黑體產生的是無關的 是哪一個黑體產生是無關的 所以它就有非常重要的應用 好嗎 注意喔 那個分佈 只跟溫度有關 反過來 我如果可以量到那個分佈 出來剛好跟5000K的一樣 那它就是5000K 如果你量出來那個分佈是6000K的 那那個東西就是6000K 請問一下 來 這個可以用來做什麼 或者我們應用在什麼地方 溫度什麼 溫度計 來 什麼溫度計用這個 是不是有人有聽過 耳溫腔 來 耳溫家就是哪邊這黑體 耳溫 耳朵啊 就是空腔 像不像 你想一想嘛 像吧 對不對 我們 你看 尤其我張惟有把 我 我溫家一塞進去 來 裡面沒有說是不是就空腔了 所以 耳溫家裡面就是在量它的分佈 跟哪一個溫度一模一樣 所以 很有名的來這就是 來 第一個 這是日常生活裡面的 噢 溫腔 好 再來 還有非常有名的 你們第一課都學過的 我們利用黑體輻射來量什麼 是不是星星的溫度 對吧 恆星的話 這牽涉到一件事情囉 沒有錯 我們用它來量恆星的溫度 那 問題來了 恆星是黑體嗎 恆星 是黑體嗎 是不是 不是 只吸收不反射是嗎 我們可以把恆星視為黑體嗎 第一根本有講嗎 我跟你講 來 你們現在還是有一點點搞不太清楚 因為你對黑體跟黑體輻射這兩件事情 還是沒有弄很清楚 所以說黑體的定義是說 我把一個能量來完全吸收不反射 然後它是一個最好的吸收體 也是一個最好的輻射體 對不對 好 那什麼叫黑體輻射 黑體輻射 就是老師剛剛跟你講的 來 這個東西 來大家看 這本書 它不是黑體 它不是黑體 所以它產生了輻射 我在這邊 如果我要量它輻射 會量到 第一個量到它自己的輻射 還會量到什麼 真的 板色 那這時候 因為我量到輻射 不是全部它 所以 我就沒有辦法確認 確認它的輻射跟這個東西的關係 但如果這個是黑體 我量到的輻射就全部都是什麼 是不是這邊來了 所以黑體輻射有一種講法 如果我量到的輻射 全部來自這個物體 這個東西產生了輻射就叫黑體輻射 你們告訴我一下 我在量恆星的時候 量恆星的輻射 那個輻射 是不是幾乎全部來自那個恆星 你告訴我這樣 那個恆星 會 會那個反射 別的恆星的能量 能量嗎 即使會 問題是來 請問一下恆星之間 那個距離都怎樣 是不是都非常遠 所以我們在量的時候 其實那些輻射 全部來自於那顆恆星 所以恆星產生的輻射 我們可以視為什麼 黑體輻射 來這樣我們弄清楚 所以我們 不是 這時候不是去定義說 它是不是完全吸收不反射 因為一個恆星在那邊沒有什麼吸收反射 這種概念的想法 是說 它產生的輻射 可以視為黑體輻射 恆星 對不起 因為那邊是字我就寫到這邊來 可視為黑體輻射 好 因為這邊要講的是 跟黑體輻射相關的 很重要的幾件事情 R溫下是日常有關的 恆星溫度這跟你的 地科有關 還有一個 這幾年的研究非常非常的熱門 已經拿了 兩個諾貝爾獎 高一學過 第九章學過 宇宙什麼 宇宙什麼 那個是在什麼波段 微波 所以叫做 宇宙 宇宙 C 微波 microwave 背景 輻射 C M B Background OK 好來 宇宙 微波 超過 背景 輻射 這也是黑體輻射跟溫度有關一個非常重要的序件 這個你們都知道吧 1970年的時候潘奇雅斯跟威爾森對不對 記不記得這兩個人 潘奇雅斯跟威爾森 這是第九章 等一下高一的基礎物理是只考的範圍喔 他不是只考高二高三 就是全部都會包含 那所以你回去的話 那個 我們 高一的物理唯一沒有再重新講的就是第九章 第九章 那還有那個 第幾章 第三章那個強作用弱作用那些 對不對 所以那個你要稍微再讀一下 雖然 雖然那個很簡單 但是還是要看 那個潘奇雅斯跟威爾森 他們當時在1975年 他們七幾年的時候 他們兩個是天文 是那個無線電波學家 所以他們是在量 你們都知道是不是量一個大天線 產生的電磁波 結果他們就發現怎麼量 通通通都會有一些噪音 那以為 剛開始還以為那個噪音是什麼鴿子有沒有 竹的鳥巢啦 還是什麼之類的 後來發現 不管你怎麼清怎麼清 那個噪音無所不在 然後他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後來 那是有一派的天文學家 他們是另外發展 所以說 如果宇宙是大爆炸 那現在應該有所謂的 漁溫 就會有所謂的 宇宙微波被尊不尊 所以這是兩件事情 那個 無線電波學家 碰到困擾 可是他們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然後這邊人知道有這樣的東西 可是他不知道怎麼去量它 最後是剛好有人發現了 會不會就是那個 所以你還 這時候 像你在做研究的時候 有時候要請你一看論文 還要看看別人產生的論文是什麼樣子 但是 所以 從那邊開始發展 而且我跟你講 當時那個潘奇亞斯跟威爾森 他們量出來說 那溫度可能在差不多3K附近 所以當時都叫3K輻射 他們你知道嗎 他們量出來的波段範圍量在哪邊 我現在舉例說 這如果是3K的分布 我當時看過他們的數據 他們只有量出這一小段 只有 只有量出一小段 我扭下去 量出一小段 然後最後那些K文起來就 這一小段就是3K的 就是3K的 你覺得 怎樣子 實在是 其實很詭異對不對 好 那 所以其實要在地表上量 那個宇宙微波背景 輻射還是有一些困難度 但是這已經非常的重要 所以後來NASA 他們現在是 把宇宙微波背景輻射 這個電波望遠鏡 要放到哪邊去 要放到哪邊去 才可以量到 量化比較不受干擾 太空 太空 好來 現在很有名的 你如果去搜尋的話 這邊在太空裡面的話 那叫COBE COBE還是COBE 要念COBE也可以 好 那這個 他現在已經有非常好的 這個偵測的結果 這個我剛才去把它下載出來 這個 這個我沒有看過 有那種實驗數據跟理論 完全符合到這麼漂亮的 大家可以看 綠色的就是我們的 那個 黑體輻射的理論 然後那些 紅色實質的就是COBE COBE COBE COBE的data 那這個實在太完美了 然後這個大概 這條溫度是對應到 好像是2.74的樣子 讓他在外太空量 然後他們現在還希望量什麼呢 讓他們現在更進一步去量說 這些宇宙微波背景輻射 我們照照來講 我們覺得應該是均勻的 因為宇宙爆炸的時候應該沒有任何所謂的方向性 可是某一些理論是說 應該在某一個時節裡面它有一些 有一些變化還怎麼樣 所以可能會有一點點的干擾 也就是說它會有一點點沒有那麼的均勻 而這個就要把 全宇宙每個方向那種不均勻性把它量出來 好像真的量出來 有一點點 你如果有興趣你就查COBE 就可以得到很多的資訊 好 但我沒有要特別在講這邊了 好 我們的重點不在這邊 這邊是告訴你說 它有很重要應用 好 接下來是要 它到底為什麼會產生熱伏射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熱伏射產生 到這邊為止 我烏雲還沒產生 好 還沒有烏雲 好 熱伏射產生 其實我剛剛已經在課堂上 已經都一直在偷偷的帶了 來 所有熱伏射其實是表面 產生的 那這些表面的分子原子 或多或少都會帶電 注意喔 帶電 然後他們受熱之後來它就會震動 所以大家都知道 有溫度是不是就會震動 好 來 只要熱震動 注意聽了 帶電粒子震動 會怎樣 上映節課不是在講嗎 它震動會怎樣 對 震動就是加速運動 所以會產生 電磁波 所以這個因為這些帶電粒子 表面分子原子 這些帶電粒子的震動 而產生的電磁波 來 就是因為熱產生的 所以叫熱輻射 然後它的能量沒有剛剛前面講的那麼大 所以它能量大概都是在 可見光啊 紅外線這些的範圍 好 所以來這邊 第一個 由於空腔的輻射能量 基本上跟氣壁無關 所以是產生來自於哪邊呢 來 腔內的輻射 是由氣壁上 具有普遍性的帶電正值來解釋的 氣壁分子在受熱後 會在它的平衡位置來回震盪 來回震盪的這些氣壁分子 我們都把它叫做正值 然後根據電磁學 帶電荷的正值只要做加速運動 在這我們強調的 帶電荷的粒子加速運動 就會產生電磁波 來就會產生電磁波 好 那正值的震盪頻率如果是F 注意 來我這個在我的表面在震盪是F 產生的電磁波頻率會一樣 我這邊怎麼震盪 注意 我這邊怎麼震盪 那產生的頻率就會一樣 來這兩個F會等於Nu 等於它輻射出來的電磁波的頻率 然後輻射出去的 這些輻射電磁波的能量 也會跟正值的能量有關 來也會跟正值的能量有關 輻射出去的電磁波 好也會跟正值的震動能量有關 再來我要解釋為什麼 好了嗎 好我們接下來跟大家解釋 為什麼它是連續的 所以這邊你可以寫在空白的地方 它其實很簡單 我等一下文字會寫比較多一點點 最主要是這樣 我先問你們來 請問要一個物體的表面的分子原子 個數多還是少 分子原子個數 表面分子原子個數多還是少 當然是不是很多 這個不是幾十個幾百個幾千個幾萬個 也不是幾百萬個 這個的數目是不是要是10的幾 一二十次嗎 就是莫容數量幾 好注意哦 既然那麼多的分子原子 每一個震動你覺得會一樣嗎 你告訴我一下 我現在叫你們大家動起來 你們大家會一樣嗎 你們才四十幾個人 是不是就動就已經不一樣了 來現在告訴我 來這邊莫容數量幾的分子原子 動起來是不是就不一樣 好 大家動的模式不一樣 大家動的加速度是不是也會有差 好那剛剛不是跟你講嗎 他怎麼動的時候來 他動的頻率 產生的電磁波頻率是不是這樣子 那有那麼多的分子原子 大家動的通通都不一樣 所以來這時候是不是代表他可以產生電磁波 是不是有各式各樣 所以他是連續 注意 所以來當時是這樣解釋的 因為 我們可以寫一下 來因為 熱輻射 一樣要超要快一點 熱輻射是由 表面物體 來 物體表面發出 好所以他決定於 物體 表面分子的熱擾動 動物體 那麼那個這些表面分子的熱擾動 模式有非常多種 我們這邊最主要是用透過定性來講就好 而熱擾動有多種模式 好 正直震動的 加速度 也都不一樣 所以他們產生的電磁波 好來 這樣好了 來就產生不同 產生各種波長電磁波 那麼這種各種波長的電磁波 所以我們說他的分布是連續的 我這邊最主要是要解釋為什麼 我們的熱輻射 他的強度跟波長的分布是連續的 因為這些分子的擾動模式有非常非常多種 然後他加速度也都有各式各樣的 到這邊為止我們介紹熱輻射介紹的黑體輻射 但 烏雲還沒有產生 到目前為止就是在做實驗 然後就是大概定量的解 定性的解釋一下 他應該是這樣產生的 好請問一下科學的發展 當你實驗這樣已經做到已經不錯之後 來接下來要怎麼辦 對 是不是要開始來做理論解釋了 好 對不起超好的嗎 好 所以我們來看143頁 來快點 好143頁來 JR面這邊開始 來第5點 這邊先用古典 的理論 其實古典名詞是之後才有這個名詞 好 好 來這是誰呢 這是 兩個英國人 一個叫瑞利 一個叫金氏 好 他們 他們告訴你說 他們用的完全是古典的想法 這個很容易接受 第一個 就是每一個正值的能量 一 基本上應該任意 任意連續值 什麼都有 從零到無限大 沒錯吧 我們剛剛跟你講對不對 來這陣子有那麼多種 所以他能量應該就是有各式各樣的 但是 這些能量有分布 這就有點像 我們這樣舉例一下 就是說班上的人就有各式各樣的人 對不對 那考試的時候 對不起 這個這樣舉例不太好 考試的時候他有那種成績分布 成績分布的話 應該大家很容易可以猜 高分群的人當然比較怎樣 少 低分群是不是也會少 這個能量也是一樣 能量高的他的機率也少 知道嗎 那能量低的也少 好 所以這邊 配合第二個 來配合能量大的 來他的機率也少 透過這兩個 他去做理論的推導 那大家要慶幸 我們不用學這部分 我們只要看結果就好了 來加油 嗯 坐起來不要趴著了 好 我們來看看一下 來他實驗結果在哪邊 在這裡 大家剛看了COP的那個實驗結果之後 再看這個話 好 來在哪裡呢 對不起 實驗值是這些點邊 黃色點邊 銳利金色在哪裡 紅色的線 虛線 這兩個不一樣吧 誒 誒 科學家講法是說 他們在這個地方怎樣 來這邊是屬於波塘 廠在哪裡 好 長波塘的地方是符合 這樣長波塘是能量高愛滴 對 道德是波塘軟 又是完全不一樣 而且 來烏雲就在這邊採訓 所以想一想 來這條線上去會變成怎樣 說根據理論的話會變成什麼 這邊無限大 什麼東西無限大 能量 可能無限大嗎 然後再來 這個是短波塘 大家知道紅色紅綠藍電子 來哪一個波塘短 是不是紅色 對 不 怎麼紅色 紫色 什麼顏色 對 你們弄暈了 來請問一下什麼顏色 紫色 所以這邊就代表在短波塘 BTI性紫光不和 是不是就是不和 所以來 八十把這個東西叫做紫色大貨 來這個 對 來我們看看 我們把他寫下來一下 來先往上面看一下 來 他告訴你說 他是這樣 在 實驗結果在長波長的地方一致 但在短波長完全不符合 來短波長 短波長 這個 這個叫做紫色大貨 這就是克爾文里口中的一朵烏雲 這朵烏雲覺得很困擾 好 但是克爾文還是說他口中的物理學還是非常的完美 雖然有這一朵烏雲 那這邊在長波長話這邊是符合的 那課本沒有介紹其實還有另外一組人也用古典物理 注意這個是古典物理 那這是瑞麗跟金氏 瑞麗跟金氏 另外一個人 他用了另外一套 我想那個細節我們不講了 那個人一樣是微音 微音做那麼多事你自己知不知道 微音做出來的是在短波長 這邊符合 沒有這麼短但是還ok的 來短波長 他做出來理論在短波長的地方ok 好 但是 不管瑞麗金氏也好 還是微音的一些修正也好 他們其實他們的理論 都是非常完美的古典的物理 可是就是沒有辦法解釋 所以等於就是踢到了鐵板 那在物理的發展 或者說科學發展 常常有這種類似的經驗 大家注意一下 你們知道嗎 物理學有時候碰到了瓶頸的時候 會怎麼解決 有幾次的經驗是這樣解決 從數學 就是 先把這條線 如何 我不太清楚了 我不知道有沒有這數學也有進去 叫你說 來我現在有個實驗數據是這條線 然後叫你去把它數學形式找出來 有辦法嗎 我現在就畫一條 隨便畫一條線叫你把它數學還是找出來 好 那來普朗克出現了 來他就是這麼做的 來第六個 普朗克 來他做了什麼事情呢 他先找到了符合實驗結果 的空腔的能量強度跟波長的分布的數學關係式 他先從數學找 就找到了 然後之後再給他物理意義 結果他後來給他物理意義之後就發現 哇 好像變成能量必須是不連續 然後他自己很潰擾 他自己無法接受 他一直覺得這件事情是暫時的 只是這樣解釋一下 應該有一個更完美的理論來解釋 然後他不太能接受 後來愛因斯坦幫他解釋 他還不太高興 一輩子一直在找 有沒有更完美的 沒有這所謂的能力 對他們來講 當時這是一個很奇怪的 很不可思議的 怎麼會能量量子化的東西 不好意思 應該講 對我們來講現在還是覺得奇怪 能量為什麼會這樣子化 對不對 我們雖然學學學 我們可以接受可以計算 但是你要去思考他為什麼會這樣 還是覺得很奇怪 好 然後所以他接下去就往下面看 來 在這裡就是之前的古典地學裡面 如果一個正值的能量 大家看一下 正值能量來政府越大 是不是能量越大 對不對 正值能量基本上跟這邊有關 所以他當然任意值 來是跟政府有關 所以你的政府可以有任意值 能量當然也有任意值 這是古典物理 但是 普朗克就發現 如果要滿足那些實驗結果 來對不起 不行 還有提出來這邊 這部分倒是大家都知道 他提出正值的想法 他在哪一年呢 還竟然剛好進入20世紀 1900年 北女孝慶的隔兩天 他就提出來 空腔壁上的正值所具有的能量 不可為連續量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關鍵 這些能量只能夠由特定有限值的整數被組成 然後這個能量跟頻率 他的震量頻率乘正比 所以正值的能量 這個大家都知道 正值的能量是 HF OHF 3HF 或者叫NHF N就叫量子數 N是正整數 這個H 這個H叫做普朗克常數 普朗克常數 大家都知道 他現在只是6.63×10-34 普朗克的墓碑 就刻上這個數字 上次要給你們看到墓碑 可是我那個墓碑一直找不到那個清楚的 我應該去找那個 數學老師那時候幫我拍的那張照片 我再找給你們 看一下 好 注意一下 来 他的单位 来 为什么单位是交二秒 这很简单 但是 这个单位注意一下 我们还后来发现 他跟某一个物理浪单位一样 角动量 有人记得角动量 L等于什么 R Close P 是不是 R Close P 所以就是R Close MV R Close MV 好 我们来看看一下 在这里的话 RClose MV的话 来这边这是公尺 这个M的话是公斤 这个V的话是公尺每秒 所以来这个弄起来就是公斤 公尺平方秒 对不对 好 再来 请问一下交二秒 我们把变一下单位 来 交二秒 交二是什么 交二可以从哪边来 交二 Fs可以吗 我觉得最简单 从Fs的话还麻烦 F的话是什么 是不是还在找牛顿 有更简单的 动能 可以吗 反正所以来这边都等于来 动能的话是什么 MV V的话是什么 公尺平方出一什么 秒平方再乘一个s 好 来一约掉 请问一下一不一样 哈啰 来 这两个一不一样 怎么没声音 一不一样 所以 普朗克常数 H的单位 好 来 与角动量一样 这个 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 最后导致角动量量子化 这个我们到了氢原子模型的时候 来跟大家介绍 好 但是你先知道这件事情 先知道这件事情 好 接下来重点来了 好了吗 我们现在要解释的这件事情是这样 来你看看一下 好了 我们再跟你讲说 来 这个是黑体 这个空腔辐射 对不对 好 空腔辐射出来的 来 它的 它的能量强度跟波长分布来长相是像这样 然后呢 现在告诉你 来这里面的分子原子在那边震荡 来 这边分子原子在震荡 那我的频率如果说是F的话 来 我这个震荡能量就是HF1 假设F1就HF1 这边如果是F2 来 它的能量就是HF2 或者是N什么之类的 然后这边如果是这样的话 来 它总是HF3之类的 等等等 那注意喔 我们现在就告诉你是 正子的能量是 正子的能量是量子化 但是这边出来的 来 你看看这边 如果我今天震荡的频率 震荡的频率为F的单一正子 来 所具有能量是不连续 我这样讲好了 我身上的钱如果全部都是一块的整数倍 那我在花钱的时候一定是花什么 我拿出去钱的时候 是不是也一定是损失的时候 是不是也一定是一块整数倍 我损失的时候会不会有损失那种0.5的 不会吧 对不对 那这边暗示 我今天生上的钱一定都是一块整数倍 我在赚钱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 我得到能量的时候 是不是也一定是一块整数倍 好 注意我在花钱 我就是正子的能量 我正子的能量 我现在是一元的整数倍 HF的整数倍 那我在花钱 花钱就是我发出的电磁波 也必须是一元的整数倍 这边在暗示你了 我的正子的能量量子化 導致我产生的电磁波能量也要怎樣 量子化 也要量子化 好 所以在这边你看 因为单一阵的能量是不连续的 所以他发射出来的电磁波 所损失的能量也不会是连续 也是也不会是连续 好 所以这些损失的能量 就是辐射出频率是new的电磁波所获得的能量 好 结果他透过这样 它產生的電磁波的能量是不連續 但最後可以完全推導 對不起 這個我們人是跳一大步的 直接跟你講說 它透過這樣的關係 最後可以完全推導出 跟實驗一致的經驗室 完全 這就是這個圖 大家看 剛剛跟你講 色鮮橘色的點點是實驗 紅色的線是銳利金釋古典的 綠色的這條線完全都在實驗的數據上面 綠色這條就是普朗克的理論 來就是普朗克的理論 好 所以我們現在來回頭看到這邊 來144頁 好於是他根據這個想法 就提出了能量量子化 這個結果的東西你們比較熟悉的話 來普朗克所提出的正子能量是不連續的 這件事情 他就稱為正子能量被量子化 好 那這個他就講那個羅倫茨 勞倫茨怎麼在說普朗克的貢獻 他說像這樣一個想法絕對不是叫做什麼 靈機一動 是這樣講法嗎 還是什麼 還是靈光一閃 還是什麼 我剛剛有講錯嗎 靈機一動有這樣講法嗎 還是靈光一閃 他說絕對不是這樣 有這樣子靈感跟觀念的基本上都是因為他刻苦工作跟深入思考 所以常常有人想說有直覺直覺 我跟你講 我上次那天有人問說那個勞二他怎麼四年班問嗎 還是跟V班問 他說勞二怎麼去量那個S光的波長 他怎麼會用想到用晶體繞色 那有一些書的想法就寫 勞二直覺S光的波長應該是很短 所以用了什麼什麼之類的 有人說那時候他的直覺是怎麼來的 我跟你講那種直覺應該就像這種話 其實是來自他做很多的工作 還有他做大量的觀察 那當然是因為能力很強他才能夠得到 好來最後這邊就導致了普朗克常數 最後開啟了一門新的科學叫量子物理 好這邊最後 我有跟大家講 我們在學近代物理裡面有一個很重要 你又是要知道他的整個意義 所以這整段就是 好來就是普朗克 好他以能量量子化 就這整段的故事是告訴我們 以能量量子化 成功解釋黑體輻射 他在1900年提出來這個想法 他以能量量子化成功的解釋黑體輻射 像這種就是在多選題有時候會考的 那個近代物理我剛上次跟大家講 有時候考就考一些 一些歷史的發展還有他的意義 對我們來講這是比較重要一點的 在中選我們就認識到這邊 好所以後來他在1918年拿到諾貝爾獎 那這個H的值大家可以剛剛看到他那種是死了-14 所以HF的值其實是非常大還是非常小 是不是非常非常小對不對 所以能量量子化在我們具觀生活裡面看得到嗎 是不是很難 就這樣 我們常常在講量子化你們應該都有經驗 大家 老師最常舉例的是不是來量子化是不是就類似階梯 對 那如果你今天要明顯的看到階梯是這樣子 但是在我們具觀的世界 這個階梯的刻度就變很小就變這樣 對不起我畫得不太硬 如果到底變得非常非常小的時候 來請問一下你還看得出來他是這樣階梯狀嗎 你可能就說有啦好像這樣子 可是實際上是不是很難看得出來 除非來 對不起來 如果把它放大再放大 再放大 再放大 當你有技術去放大放大 來看到這麼小世界是不是就有機會看得到了 好 所以這邊 也是隨著科技的進步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比較小的世界 所以這個現象才慢慢慢慢的被發現出來 好我們現在趕快看這兩個範例 來 一個原子 如果震盪出來500奈米的綠光 請問他震盪頻率是多少 這個很簡單啊 你連抄都不用抄 來知道波長怎麼算頻率 C除以λ C除以λ 來 奈米10的負9 好 第二個 這個正值的能量值 能量值就是他最小能量單位 就是那個HF 就是HF 所以直接就是6.63乘以10的負34 然後再增加這個F 3乘以10的8次方 500乘以10的負9 對不起我就借用課本的答案 大家可以看到請問這個能量怎樣 哈囉 這個能量值是4乘以10的負19 非常非常怎樣 是非常小 好 再來 我們來看下面一個好玩的題目 就是廠長會有是告訴你說 我們把這樣子的能量量子化 把它用到聚觀的世界 把它用到聚觀的世界 好你可以想像嗎 來這是一個彈簧 大家知道來彈簧減學運動是不是會有頻率 對 那如果他損失的能量也是這樣子的話會怎樣 好 來我們現在先看 來一個4公斤來這等於幫你複習高 來4公斤的物體 放在光滑水平面上來彈力長數K的彈簧上面 從平衡點距離平衡點0.2公尺 好來現在如果說距離平衡點 0.2公尺的地方從靜止釋放 同學應該知道 這個就叫做他的什麼 這是平衡點從這邊釋放 看著往這邊跑 這個就叫做安防 是不是政府 好請問一下這個 這個正這個正值的總能量是什麼能量 彈簧能量是不是應該是手函 那應該是算的時候 最簡單是不是算是在端點 端點現在有什麼能量 是不是有未能 他製作他的未能 沒有動能 可是是不是也就是他的總能量 請問你還記得彈簧的能量是公是什麼 2分之1KX平方 要複習喔 好來K的話就是100 X就現在的正幅0.2 0.2 所以來這個能量是二焦耳 兩焦耳 第二題也在複習 減攜運動的頻率 大家應該沒有背頻率 頻率的話是週期的導數 還記得週期是什麼 2π K分之m 所以導數就是2π分之1 根號什麼 m分是不是m分之k 好你把mk還統統都帶進去 這個震盪頻率是0.8 0.8 赫茲 好 現在我們最主要講的是第三小題 他說如果這個正值 只可以能量hf的值來改變 意思就是說 我現在總能量是兩焦耳 那我現在如果這個 這個彈簧在震動的時候 來因為地面有有摩擦 能量是損失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高算的時候 來這能量損失的話 其實是任意的 但他現在告訴你不是 這個彈簧能量如果在損失的時候 來他只能夠以這個hf 只能夠減掉hf 或者兩個hf 或者是3hf 好這樣子了解嗎 好那你就看到很好玩喔 如果我今天損失的能量是這樣量子化 那損失的能量之後是不是就會有一個新的正幅 對不對 好來 這邊就會變成一個新的正幅 假設kx1的平方 這邊假設損失兩個就會有一個新的正幅 好在 然後在這邊損失三個就會有一個新的正幅 好這邊暗示你一件事情 我的能量是量子化 等一下對應到的政府也怎樣 是不是也是量子化 等一下我問你們量子化的話 是一定要1倍2倍3倍4倍 可不可以 譬如說來我這個量子化是1倍4倍9倍16倍這樣 那可不可以譬如說是1.5倍然後再譬如說是3倍4.5倍來可不可以這樣子 1.5的就不行了嗎 可不可以 來你畫畫階梯就知道來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1.5倍 那請問一下我的階梯可不可以有的是這樣子那有的是這樣子可不可以 來有的比較小街有的比較大街可不可以 那知道我們叫做量子化 通通是量子化 量子化是很管理的 只是我們現在在講的是能量的量子化它是剛好是HF的是不是就是等數倍 但未來我們如果講到還有別的量子化 有時候不一定是剛好這樣子這樣知道嗎 好 所以來到這邊這邊就是在暗示你來能量是量子化 所以我才會對應到它的正幅也會怎樣 這邊的S1 S2 S3顯然不會是連續的吧 是不是 好 那 我先這樣講 如果這個題目裡面的H是我們真正的普朗克常數 這個是兩教 來剛剛的頻率算出來多少 頻率0.8 來對不起這頻率0.8 0.8 兩教我的簡教HF0.8 你們覺得怎樣 這邊長小 請問一下有沒有辦法察覺 我損失一個損失兩個損失三個有感覺嗎 沒有 所以這就是告訴你 在聚觀的世界像這邊即使能量量子化有沒有辦法可以察覺 那甚至有人說來這個兩教兒啊 這個題目這邊沒有問你到 問你到這件事情 來這個兩教兒 它本身是正值對不對 來它也應該是來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它也應該是HF的是不是整數倍 是吧 好 所以來大家看 來這邊1 如果這個課本沒有講這部分 來如果是2 好 N再乘以H6.63乘以10的-34 F用0.8 我這邊只是要告訴您 在聚觀世界裡面 這個N這個值怎樣 很很很很很很很怎樣 N應該很 是不是很大 N很大 N很大 所以量子化不明顯 為什麼不明顯 來我來講好了 假設我身上有錢一定是1塊的等數倍 我現在身上有 實在是無法形容 好我身上2700 好我身上2750 16分 好是多少錢也數不出來了 請問我今天花錢花了1塊錢有沒有感覺 我花掉2塊錢有沒有感覺 我即使花掉100塊錢有沒有感覺 可是請問我花掉的錢1塊10塊100塊有沒有量子化 那我身上的錢是不是量子化 是 可是有沒有感覺 所以在聚觀世界你有沒有辦法察覺 沒有 所以聚觀世界沒有辦法察覺這樣的話 有兩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 比如H塊怎樣 太小 他一個損失一個是不是太少了 對我身上的錢就是1塊錢 對這個數字的人來講是不是太少了 如果我身上的錢一定 算了不用舉 那第二個是因為 你可以講是因為他的量子數是不是太大 量子數太大 大到這麼多的時候 然後你損失掉一個兩個 這個就是沒有感覺 所以這個要弄清楚 可是 好 我覺得這個例子是應該要來講這件事情 告訴你在聚觀世界 因為HF太小 或者因為N太大 所以你無法察覺 這樣子的話不明顯 可是課本竟然是 來大家看第三題 他竟然自己去改變了一個H 就是0.5 來 所以來對不起 他如果損失一個能量量值 來H是0.5 所以來他的一個能量量值就是多少 H是0.5 F的話是剛剛是什麼 0.8 所以損失掉是0.4 一個 這邊是一個 那我們剛剛講 來我的總能量多少 2 那損失掉0.4 來這個有沒有辦法察覺 有 來 所以我的新的能量 來新的能量就是1.6 1.6 那這時候他問你說來他新的正幅 那你就可以再利用2分之1 Ks平方 是不是可以算出新的正幅 但我覺得這個算這個沒有什麼特別意義 因為你 你不知道他到底有什麼意思啊 所以這題其實沒有要改變H 應該是要講我剛剛講的概念 來這樣OK嗎 嗯 好我們 實質是在這邊結束 我看一下有沒有辦法留作業 好沒有算了 好下個 好下個